她才七岁,就那大学数学教材当故事书,老师以为她吹牛 女孩还顺便开了一个平方根,没错,她就是个数学天才 要而言老师还在教各位数的加减法,女孩却自觉地完成了大学课程 她不想和笨蛋同学一起上课,嚷着要退学回家,老师只好叫家长 谁知人来的人不是她孩子的父母,而是她的舅舅 原来爸爸从小就遗弃了她,妈妈生下她没有多久就自杀了 玛丽从小就是由维修工舅舅带她的,唯一的朋友是一只独眼群猫 没得舅舅让她别骄傲,别到出现要自己的天赋 玛丽撒娇说知道错了,何天就乖乖回学校上课 老师为测试玛丽智商给她发了一套数学题 谁知一转眼的功夫她就做完交件了,老师早有准备给了她一套大学数学题 可是玛丽又很快的做完了,老师惊了,女孩是个天才啊 这可是个大新闻,可消息还没有传出去,玛丽又惹祸了 广加车上一个小胖子带头欺负同学,玛丽看不过去 乱起书本就把胖同学给揍了 开学没多久,舅舅第二次被教到学校 不过这一次校长没有发飙,而是让美队把玛丽送到天才学校 提供全额奖学金,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美队却当场拒绝,只想让玛丽当一个普通女孩 一旁的老师很纳闷,上网一查才知道 玛丽的母亲是著名的数学家,差一点就破解了千年谜题 却不幸一年早逝,舅舅一直认为是他们的妈妈从小逼着姐姐学习 束缚了她的自由,这才酿成了悲劲 所以对于玛丽的培养,美队一直都是遵从姐姐的遗愿 只希望玛丽做一个普通人,不要当什么天才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刚回到家外婆就来了 一出手就是送给玛丽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了各种数学资料 还想从美队手中夺走玛丽的抚养圈 把她培养成为名垂青史的数学天才 舅舅一看不对劲,这是又要逼着玛丽重凑姐姐的老路啊 谁能够想到这个七岁的小萝莉竟然是一个数学天才 幼儿园就读完了大学的数学课程 同龄人还在学习时以内的加减法 玛丽却能够张口算出平方根 外婆想要按照天才的方式培养她 可是舅舅却只想让她当个普通人 于是这对精神模子为了争夺玛丽的抚养权 闹到了法庭对峥的地步 外婆抓住了一个点不放 那就是穷,吃得差,住得烂 这样子的成长环境对于玛丽来说是百害无利的 好在病护律师搬出姐姐的遗院 那就是让玛丽回成普通人 双方才达成了平局 回家之后玛丽一个劲的钻研数学题 舅舅看见对方解不出题的焦虑模样 一把将她抱起来,带她出门散心 夕阳西下,调皮的玛丽缠着舅舅上蹿下跳 天才儿童终于做回了无忧无虑的少女 周末邻居帮忙带孩子 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每对说,她最害怕毁了玛丽一生 老师被对方的人品吸引了 当晚两个人酒精上头发生了关系 隔天上午,玛丽提前回家 谁知撞见了衣衫不成的老师 双方一度十分尴尬 舅舅本来就因为官司的事情烦闷不已 为这事斥责了玛丽 她坐在角落里哭红了眼眶 以为是自己的存在连累了舅舅 所以在外婆提一带她住英国住几天时 玛丽立马答应了 这是从小住在出租屋的女孩第一次来的大城市 豪华别墅,外婆比舅舅有钱多了 除此之外,她还带玛丽来妈妈曾经的大学参观 学校的墙壁上挂着七个千年难题 只有破解难题的人 他们的照片才有资格挂在墙上被后人瞻仰 玛丽望着空白相框眼睛都亮了 按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把自己的照片挂在上面 走进教室,教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测试题 玛丽颠着题目紧重眉头 教授一脸失望,觉得天才少女也不过如此 可玛丽据说这道题写错了 说完纠正了错题,还把解体思路写满了两张大黑板 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个天才 从未见过如此聪明的女孩 七岁就能够解开大学数学题 天知骄子也不过如此 难道就因为她的舅舅是美对 舅舅希望她当一个普通女孩 外婆却想让她成为名锤千古的天才数学家 为了争动抚养权,外婆找来了玛丽的爸爸 可是这位爸爸却说自己不想抚养女儿 愿意把抚养权转交给孩子的外婆 为了避免法庭随机指派领养家庭 舅舅和外婆决定各让一步,女孩谁也不跟 由舅舅亲自为她挑选一个领养家庭 抚养玛丽到十二岁,养父母都很和善 家庭条件也很不错 但是玛丽却并不想要和舅舅分开 让她不要抛弃自己 伺候着别把她留在陌生的地方 舅舅为了玛丽的未来着想 告别完就很心离开 她的生活变得空荡荡的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探视日 和养父却礼貌地表示玛丽不愿意见她 舅舅彻底颓废了 直到这一天,老师给她发了一张照片 是独眼猫大举的领养骑士 舅舅救下了差一点因为无人领养而被安乐死的橘猫 随后开车来到领养家庭 还没有进门就看见母亲的车艇在燕子里 她冲进门一看 果然母亲正逼着玛丽坐体 她扔下了一份文件给对方 玛丽此时跑了出来 舅舅好一顿后,两人才终于和好 至于那份文件则是玛丽母亲生前解出来的世界难题 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对外发表 是想要等母亲死后再来公布 现在提前拿出来是想要用她换取玛丽的一个自由童年 外婆看着曹哥纸上的泪痕,无罪痛哭 说不出来是自责还是悔恨 最终她还是打电话给相关机构 为女儿拿回了属于她的身后荣誉 而玛丽则找到了符合自己智力培育的学校 一边接受教育 一边在舅舅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 她是拥有超纲智商的天才 也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 你当中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 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